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如果是因为我害了你 我一辈子不得心安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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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 你是不是还知道些什么 我还知道 你不是属于这里的人 你到底是谁 我只是一个卖花灯的 姑娘要猜个灯迷吗 时空作乱聚双拓 留心耻辱渡降河 难道你也是来自未来的人吗 你到底还知道些什么 时辰不早 我该打烊回家了 希望姑娘早日解除灯迷 知名大人 初夕 谢谢 我找到他了 啊 静静折一身 换一身有你的剧本 孙星泽 我要永远和她在一起 你没事吧 我没事 即使这个代价 实在有点 我所说的我不是楚王 是因为我只有身体是他 灵魂并不属于这儿 刚来到此处我孤立无援 才想着用楚王的兵符和阿丁 商量着引蛇出洞 你放心 刚才我已经和他们接上了头 他们也已经赶往救援 阿丁会没事的 我也没想到有一天 还能过一次这样的人生 会变成个女王爷 喜欢上了一个 一直要刺杀我的刺客 只是我有些不明白 为何尸身 能够帮助王爷 回到属于自己的朝代 你是说看到了奇怪的竹子 我也不懂 虽然我们那个时空科技十分进步 但也有些无法解释的现象 或许我为什么来到这里 也是一个难解的谜题 又或许 或许 一切都是命中注定 你偶然来到这里 可能是为了告诉我 仇恨 不是一个人活下去的动力 而爱在世 所以王爷觉得 遇见了我 是好事还是坏事 怎么 难道和我相遇 你觉得是件坏事啊 当然不是 虽然我放弃了 刺杀王爷的计划 但王爷身边 依旧是危险重重 什么意思 咱们虽然躲过了一劫 但朝野的人 依旧想要你的心 王爷 接下来打算怎么办 浪迹天涯四海为家呀 这不是你们古代人 最爱干的事情吗 好 我答应王爷 王爷想去哪里 我宋林泽 就护王爷到哪里 就护王爷到哪里 我宋林泽 就护王爷到哪里 当你迷路前放映我的灯 倾到深处曾挥下的离分 只剩下你的气味 还能保留余温 能不能再留一身 跨时空的门 飘落花雨时终分 能不能再留一身 能不能再留一身 跨时空的门 飘落花雨时终分 天涯 就护王爷到哪里 能不能再留一身 不愿